金宗的修许 就是如何对无量寿解 对西方一正庄严 生气信心 这是头等大死 身心之后再劝你发运 这是第二等的大死 有头等第二等就不难 头等大死 要是有了障碍运发不起来 当然你更不会去修行 真正法悦 真正肯念佛 肯念佛的人 真的把心换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这个人就决定得生 一丝好怀疑都没有了 为什么 你所有的念头全是忘念 你出不了三六道轮回 你的善念 三善道的苦包 你的不善念头是三我道的苦包 出不去 那其中念头干什么 为什么不起阿弥陀佛的念头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你往生净土啊 一生到净土 那可太稀有了 只要往生 只要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成就 经上讲的阿弥陀佛 是菩萨 单同法身菩萨 真正是西游难逢啊 而且不难啊 亦往啊 只要我们肯去就行了 所以认知是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从去年 清明 齐家 这一步经济 那我们把这一次 这个活动称之为演绎 大经济演绎 估计呢 十月份可以圆满 现在已经超过一千个小时 那这细说 目的 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 帮你我们 帮助我们生起 求生的大愿 那用佛门的话来说呢 帮助有缘人 快快做佛去啊 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 那不是说别的 我们永远脱离 六大龙河 永远脱离 是法治 那这一生 决定成就 明天明天 没有 我的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